给你一个冲刺三个亿的机会 你能顺利拿到奖金吗 这个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获得的 比如 把这个重达100公斤的巨石 从坡下推上坡 反反复复 只要场上还有对手 就不能算输赢 只有最后一个人 有晋级最后一轮比拼的资格 原本四个人的擂台 现在只剩下两个帅小伙比拼了 尹成斌和郑海明 都已经累得汗流浃背 直不起身了 尹成斌的状态更差些 很明显 他快要到极限了 两人都累得呼呼大喘气 因为着急紧张 呼吸变得更加急速紊乱 尹成斌拼尽全力冲刺 比郑海明领先了一点点 这让郑海明突然有了压力 连动作也变得更沉重了 两个人都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从现在开始靠的是意志力 其他选手们也在提醒尹成斌要注意呼吸 越是之中紧要关头 越不能乱乱节奏 但在上坡的时候 尹成斌感觉肺都要炸了 他歇了一会儿 才把石头推下坡 而郑海明的状态一直很平稳 比尹成斌早一步把石头推下坡 虽然尹成斌用尽最后力气 追上郑海明 把石头推下了坡 但他整个人躺倒在半路 完全动不了了 最后还有十秒的时候 他彻底起不来了 因为没有在规定的四十秒内 完成上坡下坡的任务 所以他被淘汰了 这一轮 稀稀扶持之行 郑海明顺利进行 这个项目相当耗费体力和耐力 搬完石头的他们 已经完全抬不起胳膊了 郑海明坦白 比赛时 自己有过无数次想放弃的念头 但他觉得 自己不能对不起日常坚持做的 高强度心肺耐力训练 所以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其他三人淘汰 按规定 必须砸碎自己的雕像 邱成勋表示 自己已经48岁 但他不服劳 他想让全世界的大叔们看到 自己赢过年轻选手的样子 他很想赢 但实力和年纪不允许 不过 自己已经进入前20名 应该能给看这个节目的大叔们 一些希望和勇气 大叔饱到未老 照样能做到年轻人能做到的事 其他人也一样 无悔参加这个比赛 而是因为自己不够强 所以被淘汰 他们决心继续磨练 让自己变得更强 至此 百人大挑战 第五轮的选手决定下来了 他们五人 经过四轮挑战留到最后 但比赛只有一个胜者 到底谁是这1%呢 五人被送进了一个 有美食餐桌的大房间 豪华的餐点 让他们尽情享受了一番 这就是前五名待遇嘛 有肉有菜有小酒 不过 越看越像是最后的晚餐 值得一提的是 这最后五名选手 赵真亨和朴振用 郑海明 都来自同一个小队 而宇清荣和金明彻 都来自邱承勋的队伍 这么说 其他小组 都在跟他们两队陪跑了 赵真亨作为老大哥 率先找话题聊 金明彻表示 自己29岁 才开始学攀兵 他想接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这个工作 同时 他也在做高山救援队的工作 天气不好的时候 没法触动直升机 就只能亲自 背着人爬上爬下 为了救人 体力一定要好 他想宣传攀兵和高山救援 让更多人知道 并参与进来 海明从事体育运动 已经18年了 目前 是他成为竞轮选手的第五年 他的父亲也从事这项运动 到他 已经是第二代延续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竞轮这个项目 所以 他也想来宣传一下 朴振用从事的是雪橇运动 他希望自己名气大一点 让更多人知道这项竞技 也能让下一代雪橇运动员 更轻松一些 与清荣参加的是单板滑雪 他是韩国这个项目的第一位国家代表 只是 他没有参加过奥运 上面的人决定只支援 有可能夺牌的项目 所以整个编制就没了 但现在 新一代的选手们都在认真练习 他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这一项目 而赵真亨 虽然现在是汽车经销商 跟运动行业很远 但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壮 眼下还有最后一场比赛 他不希望留下遗憾 五个人争夺冠军 只有胜利者 能拿走三亿元大奖 综合的意志力和力气耐力都顶尖的那位 最终关卡由四项竞赛组成 五位选手将由五角形开始 持续竞赛直到变成一点为止 为了筛选出完美体格 运气影响的成分很大 因为可能后面有你擅长的项目 但要是先被淘汰就没有意义了 不过 只有综合能力最强的选手 才能每一个项目都能胜任 所以 总体而言也算公平 第一个项目是五角八合 每个人身上都挂着绳子和锁扣 他们都被绑在同一条绳子上进行比赛 目标是拿到放在前面的钥匙 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锁才能生存 最后一位无法解锁的参赛者将会被淘汰 这一关比的是力气和体力 赵真亨觉得自己有拿第一的优势 金明车有点慌 在这里 他的体格最瘦效 很有可能被人拖着走 不过 他没有妄自废包 而是继续朝第一名进发 比赛开始 五人都用尽全力朝脚落跑 赵真亨和郑海明 体力和重量都最优 所以一开始就拿到了钥匙解锁 郑海明第一个解开锁扣 成功守住了自己的雕像 紧接着 赵真亨也顺利进行下一关 但剩下三位选手就难了 他们仨在场上不停拉扯 朴正用第三个拿到钥匙 顺利进行 眼下只有金明车和宇清荣在场上较劲 这一场对金明车来说很困难 但节目组肯定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把他们俩放在对角线上竞争 两人都在用力拉扯 宇清荣先一步拿到钥匙 在他开锁的时候 金明车一直拖着他往钥匙台边上拽 于是他也顺利拿到了钥匙 然而 先拿到钥匙的宇清荣先一步解锁 仅仅只是零点几秒的差距 让他输掉了比赛 很可惜 高山救援队的金明车选手 仅仅只是运气不太好 一开场就遇到了不擅长的项目 宇清荣感叹自己运气还不错 要是一只打不开的话 自己就输了 金明车感觉 比参加体育比赛输了还要遗憾 他很气也很懊悔 但比赛就是这样 被淘汰了只能认输 他打破雕像后 遗憾的退场 他打算回归日常生活后 更加严格的训练自己 第二场比赛 私人竞赛 要比拼的是反转四角形 这个项目 要将地板上的四角板快速反转 需要超强的爆发力和敏捷度 而且这一场 以二对二耳朵团队式方式进行 在五分钟内 反转的黑白四角板 最后四角板颜色较多的那队 全员生存 而输的那队 再次展开个人赛 赵真恒感觉这一关 是从自己来的 这一关需要好队友 而上一关 最先生存下来的郑海民 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但三个选一个 让他压力非常大 最终 他决定跟宇庆荣选手组队 可话说出口 他反悔了 他还是决定 跟朴振用选手组队 好兄弟 你这是故意气我不称 于是 剩下的赵真恒和宇庆荣 自然组成一队 对手是一个体型庞大的大块头 比敏捷度的话 几乎没有悬念 朴振用响了很多点子 比如 持续顺时针移动翻面 一开始拉开差距 还有领先之后 一人盯一个对手 跟在对方后面 把对方翻好的板子 再翻回去 赵真恒小组没有策略 只有蛮感 甭管什么技巧 尽管快速翻面就好 宇庆荣有点懵 这场主要考验耐力吧 这样的话 会不会很快就累了呀 但不管怎么样 都来不及了 比赛一开始 虽然就手忙脚乱地动起来了 别看赵大哥这一身 撞手的肌肉和块头 但他动起来相当敏捷 更快 白板的数量 就超越黑板了 宇庆荣跪在地上翻板子 然而 郑海明拦在他前面 还踩住了板子 让他没法翻 他有点生气 但郑海明却觉得目的达成 没办法 他只能想办法翻更多的板子 在外面看的观众 眼睛都要看花了 更别说在场内翻板子的本人了 而且 长时间勾搂脖子和腰 这谁顶得住啊 到最后 赵真恒气喘吁吁 几乎跪在地上爬动 大家都听到了 他急促的大喘气的声音 而朴振用一开始就盯上了他 他在前面翻板子 朴振用就在后面 立刻把他翻过来的板子 再翻过来 反反复复 跟狗屁高耀一样 不但搞人心态 还非常消耗人的体力 最后一分钟 赵真恒已经累得快摊下了 这一场对他来说非常致命 因为第一轮 就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 若是第一轮没有晋级 第二轮的对内比拼 他更没有胜算 主持人公布 翻转四角形比赛结果 郑海铭和朴振用37块 赵真恒和宇清荣29块 毫不意外 来到了第二轮比赛 赵真恒数了三次 确实是自己这边输了 但更难的是 在自己体力透支的时候 还要展开第二轮个人赛 宇清荣此时状态还不错 再加上个子小 比较敏捷 动起来也更灵活一些 而赵真恒 不仅体力透支 心理防线也一再崩溃 很快 他就落后了许多 大家都看在眼里 赵真恒的喘气声相当大 光听声音就知道 他已经累到极限了 到比赛结束 他整个人累瘫倒在地 比赛结果也一目了然 黑块比白块多很多 赵真恒翻了18块 但宇清荣翻了48块 这一关 宇清荣顺利晋级 赵真恒觉得走到这里 自己已经没有怨言了 他希望剩下的三位 不管是谁拿第一 直到最后都别放弃 接下来 只有三位选手追逐冠军的宝座 获胜的概率增加 但稍有差错 就与冠军彻底无缘 所以 三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终关卡 第一关刷掉力量最弱的 第二关 刷掉速度和耐力最弱的人 而第三关 三角折翻跑 这一关 考验的是全手体力和反应能力 最关键的是心肺耐力 场上这三位 谁更想冠军呢